好 大家現在有點搞混了 憲法法庭4月23號要開庭 辯論死刑的存費 他還是要辯論死刑的存費 只是這37名死刑犯 申請追加一併審查 執行死刑等相關規定 就大法官本來就要在討論 這37個審查 我們一起一併審查 現在大法官是說 這個超過6個月的期限 不受理這37個一併審查 但是大法官4月23號 還是要去審查不違憲 所以大家才擔心 大法官是不是要拍 蔡英文馬屁 到時候就死刑違憲了 類似這樣 所以要特別注意 大家要盯住這件事情 那韓國瑜那天中午 因為陳廷飛 昨天也在這邊解釋半天 說他其實有去議場 然後他有 因為韓國瑜說中午有事 議事主人跟他講 所以他才從口頭 這個質詢改成書面質詢 但是這上面是跟下午無關 下午就是另外一團了 本來就算陳廷飛口頭質詢 也只要到12點半就結束了 到下午 下午那說到底韓國瑜 議事主人員跟陳廷飛說 他去接接外賓 民進黨說他沒有接接外賓 而且去吃水煎包 說一顆28塊 那就問主記長說為什麼他的28塊 別的只有10到15塊 朱澤民說應該大小不一樣 線大小一樣線也可能不一樣 對不對 同樣的小籠包 各種同樣的東西 你吃一個那個 譬如說漢堡 漢堡 麥當勞的價錢 Burger King價錢 跟外面很多餐廳的漢堡 也不一樣 餐廳漢堡一個可能五百塊 四百塊 朱澤民的回答 真的是沒有嘗試 水煎包的貴進哪有 跟大小沒有關係 他名氣大嘛 對不對 還有裡面的肉用的多 少都有關係 那徐曉青就嗆這些 罵韓國瑜吃水煎包說 請你們吃草包 吃什麼水煎 你們吃個吃水煎包嗎 好 那麼 反正說這個現在 今天立法院議場有三個立委 到議場輪值 以前情況是 要有立委在那邊作證 萬一有什麼情況 立刻通知自己本黨 他那個同黨的立委 好 那麼到底怎麼回事 那洪森漢也說有兩個真相 然後這個立法院議事處 也報告說 時序到底怎麼樣 誰提書面 誰口頭 誰被點名沒有在 唸名字唸三字沒到 就沒有 就跳過了等等 我們看一下 一顆水煎包 大家都忘了多少錢 15到15 院長上禮拜五 他的水煎包 先前說蚵仔麵線一晚二十 被批不食人間煙火的主計處長 朱澤民 這回被問到韓院長吃的水煎包 就是這顆 在萬華知名的水煎包 正是當天韓國瑜被綠營指控 剝奪質詢權那天 中午在辦公室吃的 證明當時根本沒有為了接待外賓 讓立委不能質詢 或許就怕再度錯過質詢時間 一早就有立委搶先報到 明明11點才質詢 民進黨陳舊寶 8點50就報到 我想說既然已經到院內了 那就可以早點進來做準備 那也怕有什麼突破的狀況 民進黨團續公韓國瑜沒收質詢 但現在調查報告顯示 當天議事處明明就有致電通知 議事處曾經通知過我的辦公室 我們大概三點的時候 會質詢到 有再打來一次 但是第二次的內容 一樣完全沒有提到 陳廷菲委員改書面 說議事處有通知 但沒有說陳廷菲委員改書面的訊息 許曉勳大酸調查報告出爐後 洪生漢才改口 說法前後不一 昨天他的臉書上突然改口成 雖然沒有收到陳廷菲的 但是議事處有打電話來說 羅明財委員的時間可能會有異動 那為什麼兩天前你要說謊呢 許委員中文的閱讀能力 我講得很清楚 議事處是通知三點的時候 是我要上台質詢的時間 過去八年習慣成自然 但立法院早已改朝換代 看來未來通通都得照 規矩來 好吧 到底怎樣 來 志保兄 我這裡有一個我質詢 我是禮拜五的上午11點半 一個人15分鐘 質詢完了11點45 我拖了一下11點46 47 中間在換場換一個王王威 王威質詢完就12點了 正常情況12點就結束了 然後我質詢的時候 有人幫我拍到 這是羅志祥委員提供的 這個我覺得他很用功 你看賴士寶正在執行 下一個王文威 再過來邱毅營輸面 中嘉賓輸面 再過來羅明彩 所以從這裡看 因為到王文威已經12點結束了 其他的包括這個邱毅營 包括中嘉賓都是下午處理 所以這兩個結果都輸面 所以變成羅明彩來不及 他以為說前面的本來沒有書面 他以為他可以到 結果不能到了 沒有 結果一到了 就唸過去了 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很簡單 以我們大家當過立委的 都很清楚 我們要質詢 你提早半個小時 提早一個小時到 你聽一聽你在怎麼問呢 然後看裡面 我的題目跟他一樣 我最近我就不要問了 就這個樣子 一定是這樣子的 怎麼會說 你剛剛好 都督好 我覺得這個事情 韓國瑜從頭到尾都沒錯 唸三次 沈木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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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郭正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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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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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就這樣一直唸過去 我當到尾多次 就這樣唸完了 都沒有人講話 怎麼會這次講這麼多話 阿寶克這樣的評論 也是完全倒向一邊 韓國瑜是完全合法 也合議式規則 但是如果跟前面的三位院長 王金平 蘇嘉全 尤錫坤 他們也許就在這個人群上 面子上多留一點餘地 就是叫了一個三次以後 然後就說休息 趕快去通知下一個來 他可以這樣做 但是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你覺得韓國瑜是故意 要這樣的嗎 我認為是 我跟你講 你們都小看了韓國瑜 民進黨團今天會陷入這麼大的一個 沒有辦法自拔的陷阱 就是不了解韓國瑜 韓國瑜是太厲害了 我的朋友以前很反韓國瑜的 現在都很讚美他 非常肯定他 韓國瑜心裡有數 他兩天前 他跟一群年輕人演講 他說我這幾年來 帶著血淚一路走來的 我難道不曉得他們罵我什麼 罵我草拋 罵我喝酒 罵我睡覺 罵我爬樹 罵我用膝蓋走路 你曉得他有沒有放在心上 當然有 如果沒有放在心上 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現在還念念有詞 但是韓國有一點厲害 大家要學習 其實他記著 他當然心裡頭 有沒有完全放開 沒有 他記著 但是他不會一天到晚講 說此仇不報 非君子 不是 他就在等 君子報仇三年不止三年 三十年不遲 你們看著都逮到了 全部報嗎 沒有 報一點點 報一點點 這就是韓國瑜厲害的地方 我告訴你 現在認同肯定韓國瑜的 連綠的也肯定 年輕人也肯定了 多厲害 你講他故意再丟 不接受 為什麼 你可以看 兩點半開議 唱陳慕雄三次 請問要多少時間 三十秒 馬上說你沒有來喔 休息 然後人家怎麼想 院長主持不到一分鐘就休息 要休息 以前的院長 以前的院長就是會這樣 不會 我最後覺得 因為那一個是羅明財 如果他為了羅明財休息 會不會有人又罵韓國瑜 偏心國民黨 再來當時是沒有任何立法委員 舉手說我要提議要休息 如果院長自己說 休息十分鐘 會不會又有人說 你又想偷懶 你坐一下子就覺得累 你是不是想要去抽根菸 喝個酒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怎麼做都不對 所以韓國瑜 我覺得他不是故意 他只是因為長期被修理 他知道最低的底線是什麼 依法 依規定 而不是漏襲 我看你到底怎麼回事 你看到老人家在那個路邊 擺攤賣地瓜什麼的 他是違法流用攤販 警察要不要給他開單 他不開單這個警察還有人情 他開單了 你怎麼可以開單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可是警察開單有錯嗎 照規定出眾手 敲毯正虎 殺雞儆猴 韓國瑜在立下 我的看法比較跟大佬相近 好不好 無道不顧 我來給大家看一個 在那一天的第一位質詢 林鄭夫委員 他開始質詢的時候 最前面的順序表 所以我常跟大家報告 立法院質詢只有表定順序 沒有表定時間 無法表定時間 如果這個委員他十五分鐘根本沒用完 講到八分鐘以後 謝謝各位 報告完畢 你怎麼辦 他只有八分鐘 那你其他七分鐘在那邊等嗎 不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委員 報告主席時間暫停 程序問題 他跟官員吵起來 吵了個半小時 你怎麼辦 所以一支出不會告訴你幾點 他跟委員報告 預估是幾點 請你早點到 一支出一定是這樣的 你不能夠拿著雞毛刀令件 他給我通知三點 我怎麼兩點三十六分到 就沒有了 你們家的事情早點來 所以我就 我也不願意去責備說哪一個人不對 那我今天給大家看這是什麼圖 其實這個就是最後定調的版本 我跟大家講 我講話是要負責任的 當天為什麼韓國瑜院長他講 今天中午到王洪威 因為照這樣算王洪威問完之後 後面有兩個書面 一個是邱怡 一個是鍾嘉賓 所以這裡休息以後 後面就沒有人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媒體報道講說 院長 院長那時候跟醫師出人講說 我們都問到王洪威 因為王洪威問完就十二點了 結果陳廷飛他在這裡 他是二十一號 這個有數字知道 他在十一點辦過後 跟他的好朋友邱憶寅互換 換是可以 所以我說順序是可以換的 換上來以後 這裡本來是書面 變成是他要質詢 他說我從台南坐上來 我覺得我也能理解陳廷飛委員 因為他也想要上台 可是你整點怎麼說 我們就已經講到王洪威 那院長都在上面 除非你去拜託院長 或者是有交情 或者你跟他講說我下午忙要走了 其實是可以有轉圜 但是因為沒有 所以就休息了 那他說休息了 我不能直選 昨天他應該在節目上有講 所以他下午還要回去 所以他就改書面了 他本來不是書面 陳廷飛不是書面 那我為什麼會不會太去責備 這幾位民進黨的立委 當然我覺得他們跑去院長 是向下我覺得沒有意思 但是包含了洪燦和後面的林楚音 但是他更後面 你們這幾位是兩點半沒到 唱名三次以後 按照規則取消了你的質詢權 羅明財其實也是 那羅明財也覺得說 那我是第一位嗎 你真是第一位 所以羅明財委員其實 可是他就沒有講什麼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羅明財有說議事主有通知他 但是一點多才通知他 因為兩點半就開始 所以通知他太慢了 他來不及 羅明財是確實玩 因為不管怎麼樣 如果照原本的表定 前一天他個理解 我再補充一個細節 他是下午第一位 韓國瑜是2點33分 才開始主持的 那奇怪的是 民進黨的丁場立委怎麼不在 因為我以前不分區 我常常輪到丁場 要輪職 你要輪職 現場沒人 不然他就立刻舉手 就休息了 可是洪燦今天說 總質詢不需要輪職 怎麼可能 他就喜歡贏拗 亂講話 然後他就說 叫暢明三次不適用在 總質詢這個部分 也要硬拗 這個事情是這樣 從法理情來講 法跟理 涵規都沒錯 就是你要不要法外開恩 理外開恩 動自己給一個情面 最多就是這樣 但是法跟理 涵規都沒錯 以前我有時候在議場 我也是罵變長 有時候不這樣決定 變長就跟我講說 你提動議上來 我想也對 院長他自己怎麼決定 他一定要下面 要提一個動議給他 院長請你裁決 他比較好做 下面沒有人去提動議給他 所以這種情況院長 就很難去違反議事規則 謝謝 我已經不是有點一樣